1. 夺宝联盟这部片子毫无疑问,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,韩国人能拍出如此高水准,全程139分钟,完全无尿点的商业片。 这个电影汇集了很多知名电影演员,演技自然不用说,互相标戏,十分过瘾,整体剧情也不拖烫,节奏明快,偷了过程的节奏把控很出彩,虽有一定的紧张气氛,但却添加进去了部分喜剧元素,让整个过程更加轻松自然,同时也增加了精彩程度。 2. 复山行复山行,是由严香浩指导,洪流,郑玉美,金秀安,金义成,马东西,崔宇之等主演的灾难片。 影片于2016年7月20日在韩国上映,影片讲述担心爸爸时宇,与女儿秀安,乘坐KTX高速列车往复山。 列车上由一位少女身上带来的僵尸病毒,开始肆虐且不断扩散,列车于轻刻间陷入灾难,在一次偶然发生的交通事故后,被撞倒死掉的动物,开始扭动着身体突然站了起来。 为了掩盖这种文所未闻病毒引起的事实,政府安抚市民,讹称大家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三,明两海战影片讲述了,1597年的朝鲜王朝危机四复,朝鲜海军主力随着大将李顺臣,被贬而遭受巨大打击,军纪溃散,只剩少量军舰,而沃寇自己派出协伴安置。 协同令人闻风丧胆的海贼王,来导通总的海道军共同出击,势必攻克汉阳,危机关头,李顺臣力排众议,决定率领紧上的十几艘军舰,前去明两海峡迎战沃寇,李顺臣先是派遣布下任郡勇,去敌方会和我抵郡杀,又重振军心,以勇者生,为者死的乞丐,号召与沃寇决一死战。 决战开始,李顺臣身先士卒,死守穴道,击溃海贼王好几波先遣军,关键时刻任郡勇的雅七,读懂他的唇语发挥作用,使得李顺臣将船成功获救,最终军民协力,重创了日本舰队,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,以此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 四,辩护人影片以20世纪80年代的釜山为背景,以已故前总统卢勇宣腾在担任律师时,负责府林事件辩护的故事为原型,讲述了没有钱,没有学弟,没有背景的税务律师宋宇希经历的改变其人生的五次公审, 该片于2013年年12月28日在韩国上映,连续29天占领票房榜首,观影人次超过1137万,至2014年第一部千万人次电影,韩国时尚第九部观影人次破千万本土电影,该片获得第五十届,韩国百项艺术大赏最佳电影奖,五,与神同行影片讲述了, 阴间有法,所有王者在死后的49天内都要经过七次审判,分别在杀人御,懒惰御,欺骗御,不义御,背叛御,暴力御,天龙御中进行,只有通过了七次审判宣告无罪的王者,才有获得新生的机会,消防员金子红在一场火灾当中,为了救一名女孩而不幸牺牲,抵御使者解怨曼和德春出现在了金子红的面前,尽管金子红无法相信自己的死亡, 是为德春一脸严肃地告知自己既是王者,又是贵人,在通往地狱的入口,金子红遇到了在出军门等着自己的另一位使者江林,他掌管着解怨曼和德春两位使者,同时也将在子红即将接受的七次审判中,为子红进行辩护。 原来倘若严罗大王在1000年内,令49位王者得以往生,三位使者也可以重新投胎这凡间,他们相信第48位王者,19年来出现的这位贵人金子红,是可以顺利重获新生的。 然而在各地狱里,金子红的过去接二连三的出现,原来这位贵人也依然有不能说的秘密。 六,国际市场影片讲述了,朝鲜战争期间,少年尹德秀随同父母登上美军的救援船,却遭遇了毕生难忘的生离死别,战火虽然停息,南北半岛的一分为二,饱数炮火荼毒的北方故乡遥不可及,长大之后,代替父亲成为顶梁柱的德秀,努力赚钱,为了筹备弟弟妹妹的学费,他和童年好友千打九,前往西德当起了矿工,万里家国,相仇如旅,孤独的德秀偶然。 在德国念护士专业的韩国女孩英子,从此黑入煤炭的生活照,进了贪婪光芒,快乐的时光与死亡的磨难如影随形,好在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,德秀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中,并赢得了英子的芳心,漫长而坎坷的人生路,德秀在妻子亲朋的陪伴下艰难前行。